来 你有话跟我说 你就说 没事 没事 我就是觉得 你看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 是不是 这包吃皇宫也没吃上 就总觉得差点儿去了 没招待好 好啦 好啦 老宋 你不要跟我兜圈子 好啊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说呀 你放心好了 老宋 我呢 不会再回来了 人家 得来呀 不是你得常来看看 这儿也是家呀 你爸不太好 我准备 带他出去走走 说不定是最后一次了 妈 你是咋看出来的呀 守了一辈子了 脉都不用吧 准着呢 咱爸得了绝症 可以做手术 但是不能保证 能下得了手术台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是爷们儿啊 是咱老宋家的底梁柱 我头次碰到这种事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都不想碰到这个事 要不先不跟咱爸说 让咱爸先做手术 要是真下不来 当那时候再说也不迟 姐 你想过吗 咱爸万一想了 那咱爸咱妈最后一句话 都说不上了 我想去你当年上学的地方 看看 上学的地方有谁好看 大学毕业之后呢 看到你一时 看到我现在 这看来看去 好像就差上学那一段了 这要是 把那段补上就全会了 老爷子 请问您找谁呀 老爷子 这怎么还进来了呢 老爷子 你 老爷子 你找谁呀 老爷子 你这儿要上哪儿去啊 你 你怎么还翻我家东西呢